甘比是一个很难着力的 一个媒材 因为你一画上去 你就没办法修改 但是没办法修改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 因为甘比画是不能修改的 那你就要很有自信的 把它画出来 而且你一上色 你一层次要让它分明出来的时候 那你就必须一层一层的叠上去 这个过程会让你觉得 你必须要有决心 而且要有信心 那么画完以后你会很有自信 你自己要觉得有成就 我想这是一个人生自我的一个历练 它的创作非常特殊 它是用钢笔的方式来表现 有许多的画作还搭配色铅柄跟粉笔 那它的创作的题材 它像个魔法师一样 可以把大的东西变小 小的东西变大 大的东西变小像玉山 那或者是像造化的一些地标建筑 像一元古厨 像三型车库 那小的东西它可以把一些小花小草 也变得非常的伟大 那创作出它个人感写非常特殊的风格 王金主公立卫典电出是以火草 跟建筑委主帝 总共有87件作品 重点放在小李会 小长草的小名载 以及中华的古籍建筑 来听众文化技艺 和感人的古事 透过公立的赞助分明为出 以及菜筑一步一步 行向立体化 让在行政作品的时候 有主要气质 和丹顾了物的效果 真的是一笔天下 看世界 一律火草 建伟台 公益民族 七世充 中华菜红 报道 关怀电台台 台义配音 中华菜红